建立那个防呆的机制 其实这个防呆机制的话 主要就是避免做错 所以你会发现各种装置 上面像插头都有防呆 如果那个插头没有防呆的话 像手机的插头一定有防呆 如果插错了你就插不进去了 诸如此类的 那一样软体也是要防呆 所以你如果可以把 各种的可能发生的错误 先把它抓出来 然后避免掉 这个系统就基本上就非常可靠 也就是先想到底使用者会做 什么样不应该做的动作 而造成这个系统发生错误 那我就把它挡下来 比如说第一个 它如果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那我怎么知道 它没有输入资料 所以我们应该把程式写在哪里 第一个 一定要写在新增资料 在新增资料的上面 也是要写到第二行 为什么因为你要先 有点像你搭捷运好了 比如说之前是有那个闸门 也先有一个通就是你体温测量嘛 你要先经过那里也要那个过 你才有不想去搭捷运嘛 对你不能说你先进去了 然后再测量 进到车厢里面再测量 那根本完全没有 那不对了 所以顺序搞混 所以应该先让它新增资料之前 就先把它挡下来 那要怎么挡下来 所以接下来有点像 我们在设计一个闸门去判断说 它做的这些事情 比如说总共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如果什么呢 它假如说没有输入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参考 我是把它放在这边 在第六页的地方 第一个写的位置 记得写在第二行 判断什么呢 判断有无输入资料 个别的输入 个别的判断 那我就把它先写个注解吧 这个有无资料 那我怎么判断呢 就是一个一个判断 这个里面有没有东西 如果没有东西 那我就跳出警告讯息 请务必输入资料 OK 然后呢 再来怎么做比较贴心呢 如果它没有输入资料 那你就把游标 放在这个上面 一定要它输入 如果它还是不输入 那系统还是走不下去 OK 所以一样 反正就挡下来就对了 反正你体温过高 不准进去 它还是说我要进去 还是不准进去 反正你就是不准进去就对了 OK 所以你把它挡下来 那后续就不会发生一些问题 比如说如果有人体温过高 然后呢 它又刚好有肺炎 然后刚好那一班车又满载 然后刚好呢 它又没有戴口罩 刚好那就完蛋了 整个就不可收拾了 对吧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挡下来就没事了 所以 以前发生的问题 很多同学问我的问题 我都说你为什么源头不管控好 因为你后续要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你源头都没有管控好 所以而造成的问题 一连串的 所以我说你这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然后一堆问题 都是源头没管控好 所以你为什么不源头管控好 因为大家都随便 大家随便就这样 混混混混到就一团乱 所以到最后根本就是无解了 为什么因为已经是乱七八糟的资料 乱七八糟资料你要把它正规化 那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很多事情刚开始就要把它管理好 后面就轻松愉快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可能可以把它用在你工作 因为之前就有一个同学 他底下的经销商 他公卖局 他说底下有几百个上千个经销商 然后他每天每周都会有很多资料回报 所以他以前就是给一个Excel打 然后上面让他随便填 回来都惨不论 你为什么因为光要改这些资料 因为每个经销商都随便乱填 然后回来之后 他要打电话check 打电话check 一直check一直check 他就觉得夸昏倒快疯掉 后来他自从用了这个方法 就是把它弄成表单之后 从此他就过着幸福快的日子 可是他说太棒了 这样也没有问题了 他可以提早下班了 事情好早就做完了 以前到底在做什么呢 以前那些问题到底怎么产生的 到底很简单 因为你资料没有控管好 不让然后续你要花更多力气去解决那些问题 你还要一个打电话 你到底填这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每天你光为了这些事情 而且那些人还真的很麻烦 你刚才讲他还是讲不清楚 你浪费太多生命了 跟这些人讲话真的是 但你又非得要把这些问题解决 对不对 所以 与其这样老路前面为什么不碰关好 就OK了嘛 所以 有些问题啦 你要彻底的解决 还是你要治标而已 这个就是看你要不要用一些专业 所以有些东西为什么要学习 我觉得你学习之后再也没有问题 OK 好 这是我的一些 也是每个人心路 我觉得每个应该都有这种体会过 OK 怎么做 第一个 防呆 就是防止他没有输入资料 怎么防呆 很简单 逻辑判断我们写过 if 如果我第一个资料 第一个的那个test box 第一个test box 所以这边打个test box 第一个 攻一嘛 点test 他如果里面的资料没有输入的话 等于空的 空的什么 两个算号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然后要做什么 end两下 打一个end if 所以以后的话 逻辑判断大概有个标准化流程 先判断你要做什么 如果呢 这个test box一里面 没有放东西 那我就警告他 警告的话呢 这边你可以用叫Messag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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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 跳一个讯息警告 什么呢 请输入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应该是哪一个呢 请输入姓名 有没有 那再来做什么呢 再来就是做几件事啊 因为这个程式可能打比较多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再来的话呢 我们还要再做几件事 就是后面这个逗点 你要加不加没关系 这个加的话呢 我觉得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那加跟不加差在哪里啊 其实主要是那个 跳出来那个讯息上面 它也有一个小的图示 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 这个VP Critical 指的就是一个XX的图示哦 OK哦 不加的话就没有这个东西 后面的话呢 就把游标再放回去 放回去就是再放在Test Part 1上面 Set Focus 那再来特别注意哦 底下这个叙述一定要加 Edith Sub 什么叫Edith Sub 就是如果你不加这个的话 它一样继续执行 一样输入资料 如果Edith Sub呢 它意思就是说 你到此为止 我就把它跳到这里 End Sub 所以底下呢 就不会被执行到 OK 所以有加没加差很多 Edith Sub是 啊 离开了 我们来试一下哦 好 所以哦 这个是Test Part 1 那2怎么加 2一样啊 所以哦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复制 然后变2 2的话呢 是 其实逻辑都一样 2里面如果没有空的 那就是把姓名改成 达什么 达卷考核 操作考核 面试考核 有没有 所以总共底下都一样 所以我就直接 把这个程式稍微复制一下 我就不用再重写 好 这样的话就有 第2个 第3个 第4个 我们来试一下哦 执行一下哦 OK 所以特别是有Metri-Buds 好 那如果没输入按新增会怎样 挡下来 有没有看到 那刚刚呢 在这个东西叫Metri-Buds Metri-B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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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长这样子 那后面斗点有加一个什么呢 VB-Critical 有没有 那个东西哦 就是这个图示 斗点就第二个参数 对 第一个参数就是里面要放什么文字叙述 第二个参数就是放什么图示 那它那个图示很麻烦 就是其实理论上最好有一个图 对应一个叙数嘛 可是它就没有 它没有怎么办 以前 这样很辛苦 我以前就是每个每个斗点 然后秀一下看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然后每一个每一个 把它去做个整理 那后来发现 最重要用来用去就两个 一个是XX 一个呢 是惊叹号 惊叹号是什么呢 就是VB Information 比如说这个有的对 这个没有哦 VB Information 就是这个东西 一个好像感觉是 很强烈的警告 一个是 比较柔性的劝导 有没有 OK哦 在台湾好像感觉比较像 台湾的警察比较像 柔性劝导 那美国的警察感觉就是 恶意哭 你马上你手举高 叫你恶意 你就是不能给我动哦 不然就可以 对不对 恐怖耶 所以在那边 感觉压力很大 所以 像我那边朋友 他有秀他的枪械给我看 简直是一个军火库嘛 住家搜 他甚至有我那时候 因为以前当牌长的时候 还没弹那么多枪耶 他的枪还比我多 而且哦 他甚至有什么枪 有那个我们现在最先例 那个T91 T91那个枪哦 那个枪很好打 我最后都打满把 结果他居然他有一把 他说那个枪在美国是热卖啊 OK 他想说 后来之前有同意说 为什么那边可以卖台湾的武器 我后来想一想 是不是说 我们出口是出口零件 然后在那边去组装 因为零件不犯法 但是你组装起来背一把枪 那就犯法了 OK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 再进口零件 不要算了 不要想太多 这是违法的事情 OK 好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填了 然后 当然每个一定要都填 如果没有填 那就VV information 大概就这样 也就是你全部都要填 填完之后呢 他才会新增成功 OK 第一个防呆 所以一定要填 没填不行 有没有 请输入姓名 OK 那第一个防呆完了之后 第二个防呆 第二个防呆就是怎么 如果他输入的资料 假如是 就是底下这三个 如果不是数字 比如他填一个AA的话 那目前当然你一填是可以的 可是问题这样不对啊 以后如果不是一个数字 那我就不能计算他的成绩 OK 所以怎么办 防止他填这东西 那第三个就是 一定要是零到一百分之间 怎么防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刚刚的第一个防呆 就加 记得一定要加在哪里 加在城市的最上面 就是SARP的下面 也是第二行的部分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先试着做 判断他有无输入资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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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